这是16年国足客场对阵韩国的比赛 冯潇婷本场带上了队长球标 他领衔的后防线也将面临孙兴明的挑战 尽管实力存在差距 再加上又是客场作战 不过队员们在场上的精神面貌还是值得肯定 而这场比赛也是中国男足近些年难得的好比赛 主场作战的韩国队先生夺人 孙兴明与池东元形成撞墙配合之后 随即完成的四传四射托举威胁 上半场比赛第21分钟 张林鹏在情急之下绊倒了韩国队的舞者 主裁判哈桑同时也出示了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孙兴明随后主罚的皮球造成了政治的自白无论 韩国队在自己的主场取得了一个不错的开局 几分钟之后 孙兴明再次展现了任意球攻击 这次在右侧开出的皮球落点不错 可惜池东元的甩头功能未能完全顶正不位 在适应比赛节奏之后 中国队的攻势也逐渐有所起色 这次是黄博文送出的长船帮助吴磊获夺了机会 可惜后者的停球衔接稍有瑕疵 最后被对方后卫抢先完成了破坏 随后张林鹏主攻上前秀起了自己的脚法 这次面对两人包夹将球传向紧去 最后孙可在调整后完成的抽射击中了电网 一分钟之后 张林鹏在右侧再次送出了引进圆圆弯道 可惜吴磊的临空抽射被张贤秀形成了风度 比赛第40分钟 于海尝试利用速度摆脱对手 两秒钟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小飞侠罗本 然而张贤秀随即的传球失误又送给了中国队进攻机会 只可惜吴磊最后的临门一角完全偏离了中心 这也是中国队在上半场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 下半场一边再战 中国队率先通过边线球寻找机会 皮球在禁区内经过两次征顶之后 吴磊完成的侧身抽射稍稍掠过了横梁 随后队长冯萧婷开出的任意球形成了一波攻势 韩国队的禁区内也再次风声合力 再次轮到韩国队在前场展开攻势 这次是巨资者在围抢中送出关键传球 最后孙兴敏的大力抽射直接飞向了韩国 比赛第63分钟 韩国队继续沿左侧寻找机会 池东元面对张林鹏的防守将球传向货币 17号李青龙抢在任航之前将球砸起了球门 帮助主场作战的韩国队扩大了领先优势 短短两分钟之后 张林鹏面对孙兴敏的突破显得非常吃烈 韩国队用相同的方式将比分改写成了3比0 几分钟之后 孙兴敏又在右侧将中国队防线绞着天翻地址 最后的临门一角险些将比分再次过到 尽管大比分落后 不过中国队的队员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比赛第75分钟 于海的进球让全队上下看到了一次希望 一分钟之后 冯潇婷完成断球后策动球队的反击 随即送出的长传也是展现了一定的功力 最后 吴磊利用经验帮助中国队获得了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技能 三格浩敬尹独自站在球前 随即用一记精彩的任意球破门再次缩小了五分差距 此时死斗 估计有很多球迷又重新打开电视机继续观看比赛 中国队在五分钟之内险些连进三球 这次的边线球进攻有人行完成临门一走 只可惜被对方门将郑成龙呼个正常 又过了两分钟 中国队通过脚球机会再起攻之 于海在错失机会之后也是感到非常的懊恼 本场比赛 冯潇婷展现了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这次在中场通过断球后的直塞帮助球队创造出机会 最后 对方的中尉15号红正好 抢在无垒之前将球破坏 比赛最后时刻 中国队还在努力的寻找机会 虽然最终以2比3的比分不敌对手 不过队员们在场上的表现还是值得赞扬